第二个话题是讲中国的国家 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一个内部的报告 把中国经历的处境描述成为1989年六四大屠杀那样的一种国际的处境 路透社进行了独家的报道 路透社厉害 又拉到了这个报告的一个信息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其他人来评价这个报告 也没有更多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描述 当然媒体可以写很多了 把背景资料写出来 从路透社的独家报道里面看 它似乎是没有这个报告的前文 其实这个报告的前文你看不看都无所谓 你可以想见中国内部的报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内容 现代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家安全部的智联机构 也是中国最高层的一个幕僚研究机构 那么它是1965年文革之前 由中文来提议成立的 当时候没有了国家安全部 但是这个机构一开始就作为了中国的一个情报机构 严格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学机构 不过当时的名字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到什么时候把它因为什么东西都升级嘛 把它升级成国际关系学院 上一次的上一届的国家安全部长 巩会昌 河北出来的 抱歉啊 我要喝口咖啡 等一下 抱歉 抱歉 早上这个阳光灿烂 但是还是有冷风 今天我们的节目本来可以一时升上去 流量一直在增加到快1600的时候往下跌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YouTube它实行了限制流量 这没关系 限制流量现在没办法 大家都是在困难时期 我是总是能够理解这些技术公司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做媒体知道 很多的事情 技术的问题是莫名其妙产生 有时候你就准备不充分 流量问题 速度问题 很复杂 几十年来 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多了 所以 限制流量就限制流量嘛 只要让我们的会员观众 能够看到我的节目 我就高兴了 那么 这个现代国际关系学院 现在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 那么它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呢 应该说呢 比那些战狼 外交部要好很多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描述不准确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和今天的疫情和中国的国际环境 有本质上的不同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 那么使中国的政府动用军队去屠杀无辜的 而且是追求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市民学生 最大的货气可以说是不可原谅的一个学行行为 全世界对中国政府进行了谴责 美国到现在为止 很多对中国的科技方面的禁运 就跟六四大屠杀有关系 六四大屠杀使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一塌糊涂 其实就给予了学生和市民非常多的支持 很多的民运人士游子到了西方 被西方所接纳 有的人成为了科学家 有的人成为了作家 有的人成为了学者 有一些人还在了从事民运工作 那么当时候西方对中国也实行了制裁 实行了制裁 那么后来中共为了解除这个制裁 出现了一个当时候在中共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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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打赏 出现了一个 中共认为了不起的外交家 就是叫现代外交之父 钱吉成 钱吉成先生 用非常柔软的身段到全世界各个场景里面进行游说 讲述中国当时候的万不得已 也为中国政府的镇压进行了很多的辩护 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 很多西方国家也慢慢意识到不能完全孤立中国 所以对中国的封锁 制裁慢慢就解除了 但是华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华的时间比较长 更多是一种价值上的对中国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打赏 谢谢打赏 那么今天的情况 完全不同 今天这个事情 不是六四事件引起大家的同情 是全世界都在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 每一个人的感受 光是其一种同情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点 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的外交部 我接触过那个时候的很多外交官 包括钱吉成 外长他后来是成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那么也接触过好多次 那么都是给人的感觉 他们试图是在 感觉到委屈 感觉到西方误解了中国 他们拼命做出一些解释 而且强调了 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 但是今天不同 今天的外交部 是以天下为敌 是以美国为敌 而且拔出一副 不可一世的样子 错误都是别人的 自己都是一身正气 今天的外交部 是向全世界进行宣战的战争部 而不是缓解跟西方关系 缓解世界关系的部门 而且那个时候的中国 国力很弱 西方带有一种同情的姿态 认为呢 中国这个国家要把头贫困 中国这么多的民众 也需要吃饭 要给予支持 而且相信呢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在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上 会更加友好 更加开明 这是西方当时的普遍认知 但是西方人现在感觉的是 中国这些年恰恰利益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来伤害 来伤害 世界文明体系 来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 拔出一副要拯救世界的姿态 甚至说 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就要靠中国了 经济的复苏 狂妄自大 不可一世 以天下为敌 然后用病毒伤害了全世界 还要在这个时候 解决自己的外交处境 你觉得可能吗 你觉得可能吗 中国现在的王毅部长 是当年的钱吉胜部长吗 今天中国的外交官 是过去的那些外交官吗 今天的中国 是值得世界同情 还是被世界所愤怒啊 那个时候 关心中国的西方人 毕竟是少部分 而今天 对中国产生愤怒 产生疑问 恰恰是 绝大多数啊 在美国的民调 三分之二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多还是多少 比三分之二还要多一点 好像是对中国的 我不知道多一点少一点 具体素质我没有去看那么精确 那么对中国 表示愤怒疑问 中国是一个 以流氓霸道的形象 现在 而且对全世界造成伤害的形象 出现在很多人中间的 眼里面 很多人的心里面 所以你这个处境怎么能是一样呢 怎么能是一样呢 有人说 现在啊 进行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 在我之前 在一年以前我也讲过 现在的世界关系 可以列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热战 就是一战和二战可以合并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是冷战 是隔离之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我当时就认为是贸易之战 就是生意之战 在贸易和生意过程中间 大家产生分歧 然后通过贸易的手段 来解决它 既然是钱的问题 就用钱来解决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 是我这么认为 但是经过了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以后 我认为了 用贸易战 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用口血战呢 可能更合适一些 因为无论是 美国还是 欧洲国家 或者是其他国家 在批评中国的时候 多半都是口血 实际的行动太少 在我看起来 给中共世界压力的力量太小 而中国呢 那就更是口血 你看看外交部 你看看中央电视台 你看看中国的那些媒体 一个一个的 烤木焚飞 来攻击 美国的政客 来扭曲 基本的事实 扭曲基本上的价值 那么中国这种行为 和西方政客的行为 在我看起来都是口水行为 但是口水 我们现在知道 之所以要戴上口罩 主要的一个原因 担心你打喷嚏 你流出口水 你因为口水里面是有病毒的 而我就之前讲 人类演化到今天 有两个病毒 一个是生物意义上的病毒 一个呢 就是人性意义上的病毒 现在呢 中西方之争 我觉得更多的是 口水之争 病毒之争 更多的是人性之争 其实政治 还是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但是很可惜啊 西方的政客 太多的是 他们的选举 太多的是为了他们政治的表演 所以 真正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权 这样一个 反文明 而且已经伤害文明的政权 没有杂实的 认真的 有力的措施 去对付中国 所以还只是停留在口水上 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而中国对西方呢 这种口水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 使西方感觉到 这个国家 就生活在成年之中 根本就没有走出来 因为它那些逻辑 那些表示的方式 对自己造成了全世界的伤害 没有任何的 忏悔 没有任何的思考 没有任何的 调整 反而呢 这个 因恶毒的语言 去回忌那些对他质疑的 对他批评的声音 这个口水战 会口水到什么程度呢 未来我会 跟大家慢慢分析 不过今天的 另外一个话题 讲的呢 就是 川普总统 和美国 现在要给予更多的鼓励 和其他的方式 来鼓励产业的回归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个话题 川普总统 两个原因 决定了他现在的 升高了 对中国的谴责的声调 第一个原因 中国在这个市场面 可以说是欺人太深 什么叫欺人太深 就是这样一个科学的问题 直接科学家 对中国去调查 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 对西方表现出 不是一个友好的姿态 而是一个 在一月份的时候 开始限制 医疗物资 对国外的出口 这就显示出来 当时和中国对这个事情 有非常高度的警惕性 那既然有了高度的警惕性 为什么 怎么不去推动WHO 尽快把这个事情 变成了一个 大流行 通过这种大流行的 早一些时间的确认 让全世界对这个事情 有更早的警惕 更多的准备 如果有了更早的准备 更早的警惕 那么也许全世界今天 造成的伤害的程度 就不止那么严重 中国在这方面的错误 隐瞒事实 自私 而且恶毒地去攻击美国 攻击了西方世界 这是川普总统为了捍卫 美国的利益 也应该进行了反击 应该给予中共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川普总统 非常清楚地看到 他现在的选情 不管着不着急 但是把中国作为一个靶子 那非常完美 因为老百姓这个时候 就是对中国政府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鄙视 可以说是 或者说在第一点 也会看不起 这些这么一个中国的 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时候 川普总统是名气可用 名气可用 会更有利于凝聚 他的政治的力量 更有利于击败他的政治对手 所以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使川普总统会比过去 更加积极地去抨击中共 但是呢 即算是这样 川普总统在一些表述方面 不像彭佩奥先生那么直白 而是含糊其词 含糊其词的原因是 这个川普总统 虽然或者是他的团队 要求情报机构 尽快地找到 这个病毒的来源 尽快地找到 这个病毒的传播的方式 那么这些情报专家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 可能真正令他满意的政治 但是情报机构 还是在努力 希望他们最终有一天 会找到非常的 可信的政治出来 来支持川普总统 向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至于川普总统说 要对中国进行缩排 这些话呢 从目前看起来讲呢 更多是他的一种愤怒 更多的是他一种情绪 或者更多的是他的一种 激发民意 利用民气 因为老百姓 需要找到这么一个出切口 但是是什么手法 要求中国赔偿 是国债 还是加税 还是募收 或者是 扣押 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不管是哪一个手法 川普总统在使用 这些手段的时候 他都会比较仔细地去听取 法律专家 和政治分析家的意见 因为一方面 需要合法 哪怕是他使用行政的权力 避免了法律的诉讼 他也需要合法 虽然川普有时候 不顾了幕僚人们给他的意见 但是呢 国际问题专家 会告诉他 对一个主情国家施加制裁 要防止这个主情国家的报复 不像以前的海地 不像现在的委内瑞拉 那是中国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的大国 轻来一举 对他的进行追究 那你要考虑他的后果 所以这个动作呢 在我看起来川普总统会 会试图在清早 既然要发些对中国的不满 又要得到一些实惠 但是同时 让自己不要受到报复的伤害 这些事情呢 需要几方面的平衡 我们期待到川普总统呢 找到比较好的方式 那至于说